美国朝野反共建成共识 但缺乏实际行动 马云一回国 阿里巴巴就一分为六 加密货币FTX平台创办人 贿赂中共官员新罪名 照新时间抖音润输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 我是东方 美国政坛很少有共识 民主党共和党总是对着干 但是在对抗中共这件事情上 却罕见的有共识 不过我今天强调的共识带有贬义 两党在态度上有共识 在实际操作上也有共识 那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二月份的表现就很说明 问题论上高调反共议会 接二连三的召开听证会 拜登政府不断的爆料 但结果又怎么样呢 啥事没有 当然了 要跟中共对抗不是闹着玩的 必须付出代价 可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毕竟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有着第二强的军事力量 还有一位刚穿上新衣的习皇帝 美国是民主国家 政客权利来自于民 老百姓不想付出代价的话 政客也没辙 所以现在只能是光打泪不下雨 希望先生多人用声势来震慑中共 拜登政府的声势还是有的 投资几十亿美元 大幅增加本土芯片制造 但是里面却夹杂了太多的猪肉桶 也就是很多跟芯片制造无关的 花钱渠道 比如要求为雇员建造幼儿园 进一步推动绿色能源 但又缺乏具体的措施 太阳能面板制造几乎被中共垄断 对中国的出口控制 去年10月就宣布要开始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章程 而且执行起来拖泥带水 比如说去年申请出口许可的企业 70%都获得批准 这还叫出口控制吗 即使这样也比川普政府时期好了许多 那个时候90%的出口申请都获得许可 这也就是民主国家的软肋 政客要表现出对中共的强硬 只要态度坚决 口气坚决就行了 看到政客这样的表现就满意了 但实际操作却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选民也看不见 很难看见 也不怎么关心的 非看不可 经常就落到个光说不干的地步 现在共和党掌握了众议院 还成立了反共委员会 是不是能起到推动作用呢 很难 虽然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受到中共对美国的威胁 在经济 政治 军事层面的威胁 这是有共识的 但反共委员会没有实权 只能说不能干 从制度上就促成了光说不干的结果 另一个委员会 金融服务委员会 这可以说是众议院最重要的委员会 2月初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停证会 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和证人说 美国面临的最大的中国威胁 就是拿不出实际的行动应对威胁 面对中共的军事扩张 战狼外交对中国人的迫害 经济掠夺美国没有实际行动 而且美国企业继续自由地在中国投资 没有什么限制和约束 国会这样 拜登政府也是这样 装样子的时候多 实际行动的少 与此同时 中共可没有闲着 继续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继续动用国家津贴 扶持国营企业 继续镇压 义议人士继续对台湾药物扬威 美国要跟中共对抗 必须有实际行动 尽管是痛苦的实际行动 无所作为 顺其自然 不是一个选项 这是今天的开场白 马云回国预示着中共不再收拾民营企业家了吗 第二天阿里巴巴就分拆为6块 分别经营将来独立上市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报道 星期二阿里巴巴管理层宣布公司分拆要一分为6 分拆成6个业务集团 每个业务集团都有自己的董事会和总经理 都有权利到资本市场融资 这是阿里巴巴有史以来最大的结构重组 管理层说 这么做是为了释放股东价值 并培养市场竞争力 分拆消息传来 阿里巴巴在美国市场的股价在星期二开盘前就涨了三个半百分点 过去几年来 阿里巴巴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习近平政府的打压和监管 中国经济发展脚步放缓 导致公司市值蒸发几十亿美元 过去几个季度 公司业绩不好 维持增长困难 公司分拆后的6大块各有重点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是一块 现任总经理张勇负责这一块 淘宝天猫电商事业是一块 涵盖淘宝天猫本公司旗下网购平台 本地服务集团是一块 业务将涵盖阿里巴巴的外卖服务 饿了吗和地图 余永福担任总经理 菜鸟智慧物流是一块 万林将继续担任阿里物流业务的总经理 全球数位商务集团是一块 蒋凡担任总经理 业务包括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和Lazada 第六块是数位媒体和娱乐事业 包括阿里巴巴的串流媒体和电影业务 范璐源将担任总经理 分拆之后就是独立的公司 可以独立融资可以公开上市 唯一的例外是 淘宝天猫商业集团仍然由阿里巴巴全资拥有 就在阿里巴巴分拆消息公布的前一天 马云回国了 这个消息在中国大陆社媒炸了锅 网民反应相当热烈 2020年10月 马云在上海金融论坛上讲话 批评监管机构的工作不能与时俱进 引起了习近平的愤怒 监管部门随后对阿里巴巴展开调查 指责阿里电商平台存在垄断行为 并开出28亿美元的天价房单 蚂蚁集团在香港和上海的上市 也突然被叫停 2020年11月以来 马云一直保持低调 他的声誉也遭受打击 在2020年那次讲话前 粉丝群体称他为马爸爸 但是讲话之后 他被称作邪恶的资本家和吸血鬼 对其他民营企业的全面监管整顿 很快随之而来 从电子游戏到教培再到房地产 中国政府全面收紧了控制 一年前马云离开中国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北京政府一直在劝说马云回国 一直被马云拒绝 今年1月在蚂蚁集团股东同意重组业务后 马云放弃了对蚂蚁集团的实控权 过去一年马云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 今年中国新年在香港度过 最近他还去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今年早些时候 马云去泰国考察了农业和渔业技术 他频繁出现在被中国政府严重渗透和掌控的国家 特别是出现在香港 说明他已经有回国的意愿了 一些商业界人士认为 马云长时间停留在海外 表明中国科技行业前景不明朗 马云回国也并不意味着前途就一定光明 中国经济发展后继无力 马云回国符合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复苏的愿景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上周末一名50多岁的日本男性被中国政府逮捕 以涉嫌违反反间谍法等理由被逮捕 经证实他是日本安斯泰来制药的员工 星期一内阁官方长官松野薄一透露 中方通过外交管道已经向日方通报此事 不过日方强烈要求立即放人 熟人介绍说这位男士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 精通中国事务 过去一直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 中国2014年通过了反间谍法 第二年开始执行 接下来不少日本人因从事相关间谍行为 而遭当局逮捕 迄今为止已经有17人遭逮捕 由于在创意上存在分歧 毕昂斯的长春藤公园品牌跟阿迪达斯奋道扬镳 分手之后 毕昂斯显得非常兴奋 说从此以后可以重新夺回自己的品牌 开拓自己的道路并保持创意自由 毕昂斯跟阿迪达斯之间签署的是终身合作意向 2019年4月推出了第一个系列 市场营销非常的亮丽高调 请到许多明星捧场 但实际上长春藤公园品牌的销售表现不好 二月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销售没有达到预期的几亿美元的水平 先后推出的五个系列中有一半的商品仍然滞销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还说 双方在营销方面的策略有分歧 如今分道扬镳终止合作 可能导致金钱方面的损失 但毕昂斯即将展开他的全球演唱会巡演 从五月开始贯穿欧洲和北美各地 估计票房收入会很好 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政府考虑禁止抖音 如果中国股东不清仓就可能禁止抖音 真是这样的话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 我将和赵新女士讨论这个话题 接下来还有更多节目 敬请继续收看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在短视频市场抖音无疑是龙头老大 在美国市场短短的五年时间里 就积攒了一亿五千万用户 它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最爱 成了上家开拓市场的公企业 成就了成千上万的网红 当然也引起了美国朝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拜登政府已经提出要求 要求美国抖音的中国股东清仓 卖给美国公司 否则就面临全面禁止的命运 这个要求一开始是川普提出来的 结果被美国法院勒令制止 抖音和拜登政府一直在谈判 寻找中间路线 但美国朝野反对抖音的势力 正在凝聚正在膨胀 上星期的国会听证会后 反抖音的浪潮就更大了 赵新 如果抖音被禁止被封杀 谁受益谁受损 抖音的竞争对手们当然是最受益了 所有社媒平台都在短视频里拼杀 但都远远落后于抖音 比如说脸书的Instagram 每天观看的时间高达1760万个小时 但是你知道吗 在抖音平台 在美国的TikTok平台 每天的观看时间接近2亿小时 是Instagram的10倍 如果把抖音给封杀了 脸书可就转了 油管也会转 那肯定是这样的了 脸书油管都进不去中国市场 而抖音却可以在美国市场开拓 美国企业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 TikTok的用户大多是青少年 是青少年最喜欢的手机软件 一看就着迷 就上演 如果禁止了 父母可高兴了 在父母看来 很多受欢迎的短视频都不健康 比谁的身材火爆 弄得不少青少年 为了瘦身而厌食 还有人自杀 TikTok也成为了不少犯罪分子 侵害未成年青少年的平台 TikTok管理层承诺会加强监管 3月份还增加了一个功能 18岁以下用户 每天用TikTok的时间 不超过一个小时 是啊 这也是很多政客反对抖音的理由 既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也伤害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对 政客做事都喜欢做那些黑白分明 能得到选民拥护的事情 最好是能得到选民一边倒拥护的事情 现在美国朝野反共 基本也是共识 78年前 在美国还有亲共派 熊猫派 典型人物就是基金格 但这批老人现在都完全失去了信誉 美国的容共政策 和平演变政策彻底失败 今天的美国智库 是一批少壮派占助到 他们非常的鹰派 美国对中共越来越强硬 已经成为对外政策的主流 怎么能允许一个被中共控制的设备软件 对美国下一代进行洗脑呢 如果拜登政府真的封杀了TikTok 这批鹰派政客 智库的少壮派将受益 嗯 这就说到谁会受损了 美中两国越来越对峙 美国要求TikTok的中国股东清仓 而中共表示强烈反对 对 美中两国关系会因为封杀TikTok进一步恶化 美中两国现在已经处于冷战当中 从川普政府就开始 全面禁止华为的通讯设备 禁止向中国出口制造高砖芯片的机械设备 如果把TikTok也封杀了 美国依据中共会采取报复行动 在华的美国企业将成为报复对象 当然 美国的TikTok用户也会不爽 要知道 在美国可是有1亿5000万用户 在全世界 每个月有超过10亿人用TikTok 更不爽的就是网红了 不少网红靠这个赚钱吃饭的 不少商家请网红直白带货 卖书的 卖保健品的 教健身操的 反正什么都有 商家也利用TikTok做广告 特别是音乐和娱乐公司 TikTok是重要的广告平台 虽然很多网红可以转账到其他平台 很多网红本来在各平台都有频道 但是很多网红还是反对封杀TikTok的 是啊 当商业和政治对撞 特别是跟国家安全对撞的时候 必须有所取舍 这是拜登政府和国会应该做出的决策 谢谢赵新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创始人做无罪辩护 人有指纹 狗有鼻纹 宠物新科技 还有环球90秒 接下来还有更多节目 敬请继续收看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感谢您继续收看 一周经济回顾 我是东方 FTX加密货币交易所创始人 山姆·班克门·弗雷德 又添新罪行 包括违反竞选资金法和贿赂中共官员 对这些指控 班克门·弗雷德拒绝认罪 所有新的13项指控 都提出不认罪的辩护 在这之前 就已经有八项指控 包括盗用FTX客户资金 补贴他对冲基金 Alameda Research的Quizum 庭审将在10月2号举行 如果罪行成立的话 班克门·弗雷德可能要做几十年的劳 也正是因为FTX和他对冲基金之间的资金混乱 造成大量客户提款 导致FTX的破产 班克门·弗雷德也因此被捕 他自己承认对FTX的风险管理不足 但否认自己盗用了资金 这个星期 检方提出新的指控 包括贿赂中共官员4000万美元 因为对冲基金当中有1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被北京冻结 他行贿用来解冻 班克门·弗雷德的三位前雇员都已经认罪 包括对冲基金总经理卡洛林·艾里森 FTX技术主管王滋孝 总工程师尼莎德辛格 美韩联合双龙演习5年来最大规模 墨西哥移民拘留中心大火酿惨剧 俄罗斯以间谍罪逮捕美国记者 印度猎豹一胎生了4个娃 环球90秒90秒环球新闻 韩国 星期三 美韩两国的海军陆战队 进行了两期登陆演习 叫做双龙演习 将持续到星期一 两国军队的装甲车 舰艇战机和直升机参加了演习 今年是美韩两国结盟70周年 也是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过去6年来第一次访问韩国 墨西哥 星期一 墨西哥北部的移民拘留中心 爆发了一场大火 至少38名移民死亡 视频画面显示 一间牢房发生火 在一些人猛烈的踢打被锁住的铁门 前后不到30秒 这期间有三个穿制服的人 从牢房外走过 但没有人试图开门 到了视频的结尾 烟雾已经非常浓密 看不清任何东西 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 逮捕一名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艾文·格什科维奇 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 安全局在声明中说 格什科维奇收集一家军工厂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 华尔街日报说 这是虚假指控 要求立即放人 印度 库诺国家公园的一只三岁的猎豹斯亚亚生仔了 生了四只幼崽 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 70年前已经在印度消失 去年9月印度从纳米比亚买了8只猎豹到印度 今年2月又从南非买了12只 印度正在努力恢复本土的野生猎豹生态环境 科学家们呼吁政府采取实际行动 保护印度的野生动物 丢了宠物可不是好玩的 经常在社区看到主人找寻丢失的猫狗的海报 现在许多养宠物的人给宠物植入芯片便于寻找 最简单的就是脖子上挂一根项圈 留下主人电话号码 但现在有更简单的办法 韩国公司PetNow推出一款手机软件 只要用手机镜头对准狗鼻子或者猫脸拍照 就能注册宠物的身份 包括主人的资讯 所以将来遇到别人丢失的猫狗 只要扫描一下狗鼻子就能找到主人 这个PetNow软件 或许美国消费电子产创新奖 还被三星电器纳入了加速计划 所以我们最后一般的手机软件 都给了一种猫脸 所以我们使用这种按钮 我们最后一种项目是要用手机软件 因为手机软件可以很际入创业 我们需要用手机软件的手机软件 但很多人家绯件不喜欢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的手机软件可以用手机软件 PatNow透露说 他们的程序背后有人工智能提供的支持 在搜集信息的时候 人工智能自己就知道会快速地跟踪鼻子 它会自动对焦鼻子 自动拍摄 会拍摄5到20张高清晰照片 这些照片会发送到服务器并登记 准确率98.97% 观众朋友们 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支持和收看 如果您有反馈和看法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请记电子邮件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